小火意外发现一条被困的神龙 头顶巨大的王冠卡在石缝中让他不能动弹 都说神龙是祥瑞之招 小火就想要将他救出来 他纵身一跃来到神龙头顶 拿出勾爪挂在神龙的王冠上 随即带着绳子绕过岩石 想要借力将王冠拽下来 然而王冠已经嵌入神龙的血肉 只有小火的力量根本不够 一旁的妹子健壮便冲上来帮忙 两人用尽全身的力气 随着神龙的挣扎 嵌在他头顶几千年的王冠终于和血肉脱离 看着神龙重获自由 小火此时还不知道 这一善举将会救他一命 只因皇帝有一位十分倚重的国师 不但全国上下大小事都由国师包了 还纵容他养了一头上股巨傲 为了保持巨傲的血性让他战无不胜 国师每天都会挑选高手与巨傲对练 眼看这些人都太不惊讶 国师决定向全国发起征兆 只为给巨傲找到最结实的磨牙榜 为此他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斗兽场 很快一只鹰就带着信来到了小火的村 村长在高处宣布了国师的命运 他们村必须选出三位勇士参赛 若没有人参加就要株连全组 面对国师这蛮横的要求 村民们面面相去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这去不去都难逃一死 这时小火突然冲进人群 竟是想要报名参赛 一旁的士兵健壮也想去搏一搏 眼看还差一个人 村里的铁匠上前自到奋勇 就这样这个临时组建的三人队伍 踏上了前往皇城的道路 谁知他们刚走到沙漠 士兵只顾着吹嘘自己的剑务 身后却突然出现巨大的歇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拖入了地下 勇者之路刚开始就献祭了一个队友 小火有些发愁 因为规定必须是三百人参赛 他们又去哪来找个队友 然而还没等他想出个法子 转眼就到了皇城 眼看大赛过两天就要开始 他们却只能在客栈喝闷酒 起料这是一个孤身一人的姑娘走进来 二话不说就和一伙人打了起来 不料还没等他们奋出个胜负 卧师竟然来了 还一同带着他的上骨巨傲 但他来却不是说什么振奋士气的好话 反而威胁起了这些参赛者 一来三赛 被无退路 擅自退赛者 所以当初联 谨记 可怜女孩被当成独立贩卖 起料老板还丢出一把匕首 要这两个女孩生死对决 各位路过的朋友看不拉 这两个北岩建奴 只能活下来一个 我今天忍痛哥爱 把活下来的卖给大家 两个本应互相帮助的同胞 为了活命却要开始殊死搏斗 女孩抢先一步拿起了匕首 可奈何准头步行力量不够 被按住后狠狠几拳打在了脸 女孩奋力抿过手臂 想要将匕首刺进她的喉咙 他们都想活下去 女孩一时不慎被狠狠撞在栏杆上 匕首掉了出去 一旁的小伙不忍心再看下去 却被同行的男人拦住 你不是要当兵马大运帅吗 以后带兵上战场 可比这全人多了 女孩被打得有些头晕怒血 另一人趁机冲上前 想要置她于死地 可女孩却一把抱住她的腰 狠狠向上撞去 紧接拽下头顶的铁链 想要将她勒死 女孩死死地拽住不敢松手 那人也被勒得脸成了猪肝色 这一刻围观的人都摒弃名神 最终那人被活活勒死 可女孩的表情却仿佛要哭出来 随即女孩就被跑上了手铐 领到人群中等待售卖 看着女孩为了一个馒头趴在地上 像个毫无尊严的牲畜 小伙还是掏钱将她买了下来 起了当晚女孩梳洗时 却狠心割掉了头发 随即带着匕首悄悄走出去 察觉异常的男人也走到门口 谁知竟是一个开门杀 但还是男人技高一筹将她控制住 我父亲就是死在了这杆枪 这杆枪 这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原来男人曾是征战杀场的将军 但因为博士忌惮他的势力 就拖延援军害他惨败 而就是那场战争中 女孩的父亲作为敌国将领 被他一枪杀死 时至今日女孩都是带着这份仇恨在活着 然而男人却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承诺等他杀了博士 自己的命运他处置 第二天便是兵马大元帅选拔的日子 这也是男人最方便接近国师的时机 巨大的铁球一面撞篮 男人躲闪却不小心一脚卡进了缝隙 眼看其他对手就要抢先一步 队长竟狠心砍下了他的头 扛着他在铁链上飞奔 最终赶在对手之前成为了第三名 而落败者脸上则被印下了屈辱的印象 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 只为挑选出最强的人 国师根本不给他们休息的时间 很快第二场比赛就要开始 这场比赛竟要他们找到神龙的龙蛋 为了战争 人们在他头顶上镶了一顶装有利刺的头罐 好让他受性大发 停战之后他就被一起走 不料一进去 同行的金刚小妹好奇心太不旺盛 想要靠近一朵毒花 虽然被老楚及时推开 可老楚却中了招 眼看毒素开始潮心脏蔓延 幸好老楚知道解药长什么样 小伙为了救他决定冒险去山洞深处 其量没走多远神龙蛋静直接滚到怀 小妹抱起就逃跑 神龙也紧追而来 姐妹 马带别我 快 小伙抱着蛋在山洞穿梭 这里地形复杂四处都是石柱 小伙抓准时机跳起 神龙却阴冲得太快卡进了岩石 神龙拼命挣扎 谁知小伙却因此看见 解药镜就长在神龙头顶 小妹赶紧踩下解药 紧接送给老楚吃下 随着他吐出一口不血 身上中毒的痕迹也开始消退 都退了 我们赶紧走 然而小伙却犹豫了 他想要将神龙救出来 为了将他头顶的王冠拔掉 小伙利用勾掌和全身的力气 硬将王冠与骨肉分离 重新获得自由的神龙 并没有为难他们 反而将龙蛋送给了小伙 不料等他们将龙蛋带回去时 卧师的话却让他们傻眼了 三个人之中 只有活下来的人 还能成为南兆的必夸马大元帅 几轮比赛下来 三人早就是生死之交 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对彼此下手 正当他们苦恼之急 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女人突然出现 她称自己是小伙父亲的朋友 要带小伙去一个地方 小伙虽有些戒备 但还是跟着去 他们来到一个充满迷雾的地 地上的石块突然飞起 空中竟传来他们死去亲人的声音 其中就有小伙的母亲 老楚怎么也没想到 好兄弟竟是敌国皇子 他下不了杀手 但也无法忘记战死的亲友 最终他们分道扬镳 老楚在南兆做了兵马大元帅 而小伙也准备回去当皇子 来阻止两国本不该有的残杀